现在我们开始 交周央格动作的分解和示范 第一个是正钉子脸部 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的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好的我们开始分解它 正部位站好双背手 我们现在以右脚为动力脚开始分析 左脚抬起 到右脚踝骨的位置上 垮的时候从胯跟膝盖脚腕往回垮 然后左脚脚跟落地 把重心从右脚推到两只脚中间 然后开始从二方向往八方向开始打开 好的 然后再按原路线返回 落 好 在做的过程中 左脚往回走的时候是一起运动而不是单脚运动 走一次 打开它 好的 打开 往回走的时候 右脚一样有动作 往回走 好 落脚后跟要有控制 很好 膝盖在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同样怎么拿起来就怎么往回落 从胯跟膝盖脚腕的位置开始往回快 而且身体 身体在回来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身对一方向 这才能身上有拧的动作 好的时候我们再从头完整的做一次 左脚右脚各两次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侧脚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收 好的 这是正钉字脸部单一的做法 我们现在开始说手 首先我们说一下如何拿扇子 对 好的 这个拿法叫纸笔式 就是你拿笔的时候怎么拿 还是同样这样子拿扇子 好 把它放回来 把你的拿手绢手举起来 就是拿你的中指和大拇指轻轻的捏着你的扇 捏着你的手绢然后放回身旁 我们只做单一的右手的八字画扇 起 到胳膊走 出来 放出来 好的 往回走 十五度上挑 小胳膊 小胳膊收回来收到肩前 掏手腕 再出扇尖带的出来 好 下画 然后上挑 小胳膊收回到肩前再掏扇 好的 我们扇子的做法是这样的 那么手绢的做法是一模一样 来 一次 掏手出 好的 回到肩前 好的 然后再掏 掏的同时掏手腕 要胳膊 胳膊走 手指甲领出来 上挑 小胳膊收回 手指尖带 八方向走 好的 往回 胳膊走 上挑 好的 收 可以了 我们现在 把单一的正钉字脸部和单手的八字画扇合到一起去做 准备好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收 好的 这是单手的画八字 现在我们说一下双手画八字 现在我们说一下双手画八字 先做一遍完整的 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的 手 这是双手画八字 我们现在把脚和手一起合起来做 准备好 六 七 八 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收 再拧腰 腰再拧 好的 好 放下来 现在我们做一次正钉子脸部往前走一个八拍 两拍一次一个八拍后退一个八拍 然后加上手一样的节奏双手准备好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停住三道弯 好的收 这是正钉子脸部单手画八字和双手画八字的分解和示范 现在我们开始做一个单一的训练练练习 八字画并非得了 八 一 二 八 二 三 八 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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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